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呼吸運動 呼吸運動可以幫助你肺部擴張 增加你的運動的一個耐受性 當你如果在看電視 或者是在休息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這個呼吸運動 呼吸運動呢 適合在半後一個小時 以及就是在你覺得很舒適 當你覺得想要促進你的肺部擴張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個運動 那要注意的一點是 當你覺得在做呼吸運動的時候 如果有不舒服 或是頭暈 或是覺得比較沒有力氣的時候 請你暫停這個活動 首先我們先找一個舒適的環境 然後讓你的身體都放輕鬆 放輕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橫隔式呼吸 先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胸前 左手放在你的肚臍 我們用鼻子慢慢地吸氣 我們用鼻子慢慢地吸氣 你會覺得肚子慢慢地鼓起來 接下來慢慢地鼓起 肚子會慢慢地消下去 就這樣的一個動作 您可以做三次或是四次 當如果你覺得有不舒服的時候 再請您停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 捲嘴吐氣法 配合我們的橫隔式呼吸 一起來做捲嘴吐氣法 捲嘴吐氣法呢 可以增加氣管內壓 促進我們的肺部擴張 那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要將您的嘴巴督起來 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就來一起做這個 捲嘴吐氣法 首先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讓您的氣大概停留三到五秒 接下來再用嘴巴慢慢地吐氣 吐氣的時候要記得 嘴巴要嘟起來 慢慢地吐 鼻子吸 嘴巴吐 這樣一個動作可以做三次或是四次 上肢運動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一個肺部擴張 在做一個胸部擴張的運動的時候 您會覺得您的肺部好像被打開了一樣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上肢的運動 在做上肢運動的時候呢 一樣配合我們的一個 吐氣法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 將您的雙手慢慢地放在您的身體兩側 在吸氣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雙手要舉起來 與肩同高 那我們做一次 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再慢慢地將雙手放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進階的呼吸運動 配合我們剛剛所學到的一個技巧 現在呢 將您雙手放在兩側 吸氣的時候一樣 慢慢地提高 吸氣 慢慢地貼嘴吐氣 讓我們再做一次 用吸氣 吸氣 吸氣 吐氣 大家都學會呼吸運動了嗎? 呼吸運動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不管是明早上起來 或是坐著看電視 或者是坐著在休息的時候 甚至您在搭公車或是坐捷運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做這個呼吸運動 那做呼吸運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搭配一些音樂 讓您自己身體舒服 身體放鬆 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一起來做呼吸運動 特別是開刀丸的患者 適合在手術後的第三天 或是第四天 當他身體比較舒服的時候呢 就可以開始做這個呼吸運動 促進他肺部擴張 讓他手術呢 復原得比較順利 那我們一起來做呼吸運動 增加肺活量 你我更健康 謝謝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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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